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 就讲一下这个欧盟最大国家 德国 其实德国 是 当然了 钱是花很多的 但是它是一个战败国 所以你说它军事很强,又不见得 但是你说是不是很弱呢 作为欧盟最大的国家 应该都是要强的 不过 很不幸地 其实 德国 的联邦军 就被媒体曝光 原来只能够 是 那些军备的弹药只可以 是 顶到两天 近日 有关德国军队令人担忧的现状 已经是成为了 德国媒体的头版 俄罗斯 发动对 乌克兰的战争之后 其实 德国政府就计划用1000亿欧元 对联邦 国防军 进行现代化改造 但是似乎 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资金真正到位 其实 现在 这是德国都说的 联邦国防军只能够是应付两天的密集营的战斗 这个 似乎 是德国国防圈中 的一个 公开的秘密 如果是真的话 由于这个是国家机密 但是 不知为什么可以漏出来 其实 德国的这个军处处 是远远低于北弱的预期 北弱要求每个成员 的处备是应该是足够30片用的 根据国防 专家 他们就说 单单是彌補这个缺口 德国就必须 是要投资 200到300亿欧元 那我们看看 最大事的是怎么样 就是 冬天他们有训练 我们看看德国 联邦 议会国防专员 霍格尔就说 德国士兵 原来念训练士 的防备装备也很缺乏 念 保暖衣都不够 冬天的时候 其他必需品都不够 那怎么办 这个必备 保暖都过不了 平颈位 其实不止这一个 德国防军的装备 状况一直都令人担心 需要维修的坦克 直升机 没办法 有些坦白是没办法可以开到的 还有没有保暖衣 连保暖衣都没有 士兵只可以在严寒当中 训练 其实这么多年 这个原来 都是媒体有报过的 但是 老战争亦都给德国一个机会 打算是强化他们的军事 国内外 亦都说 德国 是会有一个军事的转折点 就是大量投放 资金 去作为 现代化改造的一个 基本的基础 大概1000亿 欧元 为了证明这个1000亿 欧元不是很好 当然 现在就慢慢有勃款 但是依然是很慢的 九个月之后 因为当时 是三月份说的 九个月之后 大家都想问 那么大笔钱 为什么这么少出来 这个军备的短缺 依然在德国联邦政府和国防工业之间 是引发了一场令人不快的 争论 围绕就是 谁应该主动 谁主动这个问题 有人主动吗 暂时是没有的 是应该由工业部 首先提高产能 还是政府 应该更加快落单 目前 德国 军备行业的期望 就是尽快地提高产能 这个就是 社民党 联邦主席 他的期望 那就说 不过要等一等 看看有什么政策再说 绝对 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如果德国军备工业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 就应该看看 能不能够 是可以从其他国家落订单 比如北约的其他盟友 瑞典可以吗 当然瑞典现在就没北约 但是 应该欧盟的其他盟友可以吗 德国安全及国防工业联合会的负责人 就说 其实 社民党 是大错得错的 为什么呢 他们就跟这个德国媒体说 在澳战争爆发几个星期之后 其实德国的大型军备公司的产量 已经是提升了一倍 所以不关我们事 是政府的错 欧洲外交 关系委员会 的分析人士 就说 国防工业和政府之间发生这么大的 这个 分析都挺好笑的 一个就说没有落单 一个就说 这个产能不够 相关的法律法规 禁止军备企业 在无政府授权的情况下 自主生产 装备 以及其他的相关 零部件 而且是不可以向银行贷款的 他也 看到 德国是缺乏紧逼感的 也是战败了这么久 而且多年的和平 也没有办法对俄罗斯发动的这场战争 产生任何地缘政治影响的回应 当然其他国家 尤其是东欧国家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 建立起来的相关工作小组的速度 居然快得到 现在 东欧和 北欧的北约成员国已经开始担心了 德国作为军事伙伴 是不是靠得住呢 其实 亦都有 这个其他比较差点的国家 好像拉脱维押的防长就说 我们做好了 副战场牺牲的准备 那么德国人呢 他当时就和德国的 总理这么说 他也说很大程度上 在你们国家的军事力量 是无相挂勾 对不起 你们的军事力量 真是太差了 那么直接 当然 德国公平点说 因为索尔茨曾经说过是时代转接 时代转接 即是 要将军备搞起来 其实他已经意识到这点 但是你说这么快就没那么容易 因为 那么多年都那么和平 现在看来国防部和其他机构 并没有能够同时胜任任务的能力 德国政府其实 已经下了一些重要的订单 好似35架最先进的F35战机 就为了取代老化的 龙卷风战斗机 每架 战机的价格都成为2亿美元 2亿欧元 而新的战机 要到2027年才可以投入使用 军需物资的采购 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其他西欧国家在恢复 和平时期的 物资结构方面 也面临着 差不多的问题 小到这个军马 马都没有 因为有些物资 特意是军人穿的 带到这个战斗机 其实 德国军队需要的几乎是所有 都是要首先订购才製造的 即是要 preorder那些东西 国防部队 当然 装备不够 很多媒体就指向 国防部长 南部雷希特 就 说你好像不多 但是他就说 我想问一下 你们可否在普通工厂买到军备呢 在五金电话买到军备呢 因为要下单 为了确保对 乌克兰的援助 其实联邦军已经是消耗得七七八八的了 现在 大概是需要 目前15倍的弹药粮的 另外 都有很多长期问题要解决的 近几十年来 德国联邦军出售了很多冷战时期储存的一些 掩体 这个也意味着 即使将来拥有北约规定30天的 这个 叫做 弹药的数量 其实也很难找到地方 存放他们 即是你买到 但是找个盒去装 或者找个货仓去装都十分难的 其实 当然 现在反对当基民民 就是这个 默克尔的政党 在过去基民民执政的16年里面 情况没什么不同 看到社民党 和基民民因为联邦国防 的军队 真是好笑 因为其实他们之前都是有互相 是有合作的 现在就互相指责 真是很有意思 当然 执政和在野永远都是不同的 那他们双方 其实大家都应该背责任才行 基本物资供应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问题 德国联邦议会 国防专员 霍格尔也接受 时代周刊访问的时候也说 德国士兵在训练的时候缺少必要的防护装备 补乱衣和其他的必需品都是不够的 他也说到后勤也相当效率低 疫情之后 状况也不好 而且更差 以及官僚主义 惰性 不幸的是 联邦国防军相关部门的负责官员 有时表现出是冷漠和没有兴趣 士兵经常得到一个答复 这里 我们猜不到 我们没有啊 你问上面 等一等 当然 上面就说 都是等一等等撥款 之后我们会送到了 结果最后没有 部分官僚主义 也造成了障碍 是需要清理的 通过修改规定 小规模的订单 其实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在欧洲范围内招标的 部队 指挥官 支出金额不超过五千元欧罗 是没有必要通过官方采购程序批准的 即是 保暖衣应该不用五千元欧罗 不知你多少件 联邦政府也承诺 基础设备将会在今年年底交付 如果运气好的话 德国士兵能够赶在圣诞节前得到他们的新抹 对新物的话 新的军物原来都要等很久 都要等很久 真的 令人觉得相当地 惊讶的 因为作为欧盟最大的国家 其实 都 不太能够 不太能够 那我们看看 现在 德国联邦国防军 其实就由 陆军、海军、空军 三种军种 以及基础军 基础军指后勤 防蝶 即是防间谍 和宪兵等等的支援部队 中央医疗军 亦即是 军医部队两大 军种是组成的 当然 我们看看 他们的人 现役不是很多 现役只有 144,000人 当然 德国是个8,000多万的人口 他们的外国供应商有什么呢 就有 欧盟、美国、日本都有 瑞典刚才说过 英国、法国、俄罗斯、以色列、乌克兰 其实以前乌克兰也有供应给德国 现在当然是倒转 本国的供应商有什么呢 就是欧洲航空防务 及太空公司 和 克勒科尔赫 还有就是来因金锁 还有就是 克努斯飞马 魏甲 还有 就是 博 阿尔特 德意志造船厂 还有 这个整电梯也有 帝森克努伯 还有就是 卡尔 阿尔特 运动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当然了 现在索尔茨也是有很多东西 也是有很多东西 因为始终面对俄罗斯 俄罗斯是一只熊 德国虽然是鹰 但是和熊的体积 也是有差距的 当然欧盟和 北约共同防务 也是第二回事 可以加强防务 也是需要再加强的 因为你想想 连这个保暖的衣服在冬天都没有 被他们穿的话 真是说不过去 现在这么冷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